第十三课 喝着茶看京剧 一 虽然演出八点才开始 但是差一刻八点 观众就不能进场了 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演出已经结束了 由于时间关系 这份材料我就不向大家详细介绍了 我只对其中重要的部分 简单说明一下 有什么问题 大家一会儿可以讨论 他介绍得很详细 三 我问过大家了 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去过植物园 所以这次春游得换个地方了 咱们明天开个班会 商量一下去哪儿玩儿吧 他们决定不去植物园了 四 回忆过去 有苦也有甜 有伤心难过 也有幸福愉快 有很多故事 让人难以忘记 有很多经验 值得我们总结 应该总结 过去的经验 五 大家请注意 现在休息十五分钟 十点半会议继续进行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饮料和蛋糕 就在门口的桌子上 现在是十点一刻 是啊 前几期还可以 六 我觉得这个节目越来越无聊了 是啊 前几期还可以 现在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关于那个电视节目 可以知道什么 七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去医院看看吧 我只是感冒 头稍微有点疼 不严重 休息休息就好了 女的怎么了 八 这本小说有四百多页 你竟然一天就看完了 这书虽然后 但写得很有趣 所以看起来很快 女的觉得那本小说怎么样 九 下个礼拜天是她的生日 那时候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不是更好 好主意 到时她知道了 肯定特别开心 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告诉她好消息 十 听说这次公司举办的活动 会邀请许多著名的演员来表演 是真的吗 都有谁呢 我只知道下周还是在会议中心举行 这次活动是小张负责的 你可以去问问她 关于这次活动 女的想知道什么 十一 孙叔叔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 我们带点什么礼物好呢 我记得她和邻居王阿姨 李大夫一样 最爱喝茶了 我们去买点绿茶吧 他们要去谁家做客 十二 王校长 这次去上海开会 一切都顺利吧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特别多 但安排得很好 这次我还顺便在上海玩了两天 根据对话 男的 一切都顺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